北市保齡茶事案延燒 積茶人員日前大動作積茶 接下來還將針對全臺北市 三十七間百貨賣場 一個月內積茶完畢 而近期不只臺北 全臺事案風暴不斷 從去年的巴西旦 到今年蘇丹紅辣椒粉 小林製藥紅麴原料 讓全臺第一線積茶人員疲於奔命 在雙北甚至傳出爆發離職潮 據瞭解北市衛生局 積茶人員滿編六十三人 去年離職率百分之三十六 缺額五人 新北衛生局滿編五十六人 去年離職率百分之十七點八 缺額高達十人 這是因為積茶工作 幾乎全年無休 部分昼夜廉價過年 都得輪值待命 流動率高 更有北市積茶人員坦言 不停在招人 還是招不滿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基本的操作 流程 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從來沒有怠慢過 不管是透過府或者是透過中央 我們在積茶的人力上 能夠在於更多的擴編 針對各局處 包括大家所關心的食安 社福建築 到第一線的教育 還有甚至清潔人員完全缺工 我們希望蔣市府來議會做一個專案報告 雙北衛生局補人速度遠不及出走巢 儘管蔣灣前一天喊話 要跟中央一起全面提升積茶人力 但能否讓缺口不再擴大 考驗中央地方應變能力 三立新聞 李凱駿 讓我們繼續新聞 綜合報導